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非常多元的表达 我们一起看展 好的 第一篇章是树图腾传说 讲的是灵蛇的起源 您觉得灵蛇对你意味着吗 灵蛇首先我觉得是非常灵 神秘 在不同的艺术作品里面有不同的表达 那我觉得宝格丽的灵蛇是充满着这种力量感 就像我刚才说的重生 蜕变 一种未知的这种神秘感 其实灵蛇就是千变万化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走廊呢 两边都陈设着古今中外的 以灵蛇有关的那些作品 然后呢风格迥异 特别值得去看 这件作品其实是灵感来源于《三海经》 然后《三海经》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竹龙 然后这个竹龙是人面蛇身 它就是开眼的时候就是白昼 闭眼的时候就是黑夜 但是呢这个人的人身呢 是人的头然后蛇的身 然后呢他的眼睛是竖着的 就竹龙眼睛是往竖长的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 但是呢他的表达又是非常的当代 你觉得怎么样 对 我确实刚才想说非常年轻 和这种就是有一些混搭的这种元素 各种各样的艺术的美感在一起 也是非常能够对中国的这个神话 有一个更好的诠释 我们很多神话里面 蛇和树式结合在一起 我非常喜欢艺术家的一点 就是他们没有被固有的一个形象 或者是文字给框住 还是用他自己完全没有束缚的 自己个人化的东西去进行 重新进行一个创作 我觉得很好 包括宝格丽这品牌 斯本体这个艺术的项目 然后激发了特别多的艺术家 特别愿意去散发自己的一种创造力 宝格丽的内涵也是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就是他自由的一种自由灵魂 我们下来就是第二章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 《徐云丸降义》这样的一个篇章了 我们身后这件作品 其实叫做《蜕变深深如环》 实际上是艺术家周丽的一件作品 那么它是以宝格丽的灵蛇系列为灵感 那么创作的一件雕塑的作品 那么你看这件雕塑作品 其实是隐喻了世界这种深深不息 我觉得这个就是延伸到另外的一个层面 让人觉得有探知这种欲望非常好 欢迎踏入这场视觉盛宴 1884年宝格丽诞生于罗马 今年恰逢诞生140周年 现在呈现在眼前的 就是品牌致近140周年 所打造的 Sapanti华彩永续高级珠宝项链 它不仅仅是一件珠宝 更是有故事的一种光影 空间艺术的这种结合 感谢刚才的品牌讲解员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篇章 这里聚焦着宝格丽 Sapanti Factory艺术计划 突出灵蛇作为 无尽创意之源的重要角色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灵活穿梭于蛇影 是艺术家刘嘉宇创作的 灵光流影 墙上的蛇形雕塑 既是静止的图腾 又是随着动态图像的投影 处在层层蜕变中 你看光影不断流动和变化 这与宝格丽变革的探索精神 极为契合 我们面前的这个作品 是《洞天灵蛇》 艺术家钱林怀 用他这种传统的竹编技艺 重新演绎了宝格丽 Sapanti系列 这些竹子淡雅柔美的原色 表现出灵蛇盘踞的 叙事待发的一种姿态 我们这个空间是来自 几位中央美术学院的 年轻的艺术家 他们创作的一些作品 然后他们结合了 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些工艺 比如说像剪纸 纺织 还有绳结的工艺 皮影的工艺 然后向中国的传统文化 经典文化致敬 所以每一件作品 都非常值得细细地观察 对 我很喜欢这种创新和融合 那我们继续 艺术家杨元元的影像作品 《生之环》 影像不断循环 正如《贤尾蛇》 所暗示的万物循环的规律 以及宇宙能量周而复尺 永恒更新的理念 这里的作品是挺有创意 挺有意思的 这空间其实是艺术家 红成慧 从世界上一个最短的一个诗歌 叫《蛇》 获取了灵感 呈现了一组装置作品 那么它以非常幽默 辉写的方式 能够围绕着灵蛇展开 非常极简的 但是又有一些深意在里面 对的 非常有趣 但是这些装置 又可以让观众 引发很多想象 作品也呼应了 这个宝格丽《Seprante》 这样的一个系列 在蜿蜒流传中呈现的 一种优雅的姿态 然后也共同诠释了 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这种永恒之美 看完加拿吧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宝格丽诞生 140周年 其实是非常有纪念因矣的 也看到了一些特地为这个日子 设计的一些珠宝 很璀璨 然后也看到了想象力 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和脑洞 能够如此的丰富和天马行空 很喜欢 这个展览是让很多观众 能够看完展览后 找到一个答案 能够了解到宝格丽 这么诞生140周年以来 他们能够一直不断地 激发出很多艺术家的创意 是他们艺术家创意的源泉 所以您觉得你会推荐 更多的朋友来看展吗 对 我觉得其实真的都是相通的 其实珠宝设计 我觉得真的是跟艺术息息相关 那这样的一个展览 其实做了一个品牌的一个 传承和介绍和了解之外 也让我体会到了 艺术的这种丰富和美感 我觉得我会推荐给我的好朋友 让他们来看 太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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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